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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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准备咱们做一下 来真道乐 野椒糊涂上面鲜嫩 对 口味这个既有趣味性也特别好吃 这外面要下着雪景 看着猪楼五楼 在这里面品着烤肉 那人生真是到来着冰封了 这排吃完了 但是真的就有危险了 我赶紧把这个一锅端端了 这是今天午吃的最后一行 现在呢我就到达了文吃的现场 咱们今天吃五盘文吃的炙子烤肉 烤肉机他们家里文吃的烤肉 差不多是八九两 刚才五吃体验完吧 特别是有趣味性 感受一下文吃 这糖蒜冰冰凉 就是这个鲜嫩的凉肉 真是太美了 大家就乘坐地底二号线到果如山下车 或者乘坐地底八号线到石沙海下车 从这个地摆向西走一百米就到了 非常好找 基本它这么一爬还是瘦了5G多的 但它的瘦了一点都不拆 入口味非常的热 满满一大口 再来这糖蒜 还有黄瓜脱肉 这一盘吃完了 不过你们觉得你们身边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啊 妹妹啊 所以关注我的新郎微博 再问西西 然后再点个油盐 然后西西就会替你去吃 然后吃给你看 我还是爱吃它的肥肉 小的时候我们都抢完里面的肥肉吃 第二块精品羊肉吃完了 接下来我们吃第三份 第二块精品羊肉吃完了 这个最好 他们家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因为他们是聚留华天气下的 他们家的标语就叫做 我们一时未天放心就餐到华天 第三块精品羊肉吃完了 第二块精品盐肉吃完 接下来就要爆炊 最后一份精品烤羊肉 今天呢 我这边吃的五盘精品羊肉也吃完了 刚才在五吃那吃了三盘精品羊肉 然后在这边又吃了五盘 一五十八盘 在这个现在以传统交汇的地带 一盘盘的烤肉 向宾客们传递着不一样的比较北京 那此期北京大厅的这一天就圆满的结束了 在烤肉机放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的支持 可以去关注我的西藏英国大卫思琪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大卫思琪 那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